好 為什麼19世紀中以後的非洲人可以深入到非洲的內部 回憶是不是有這些熱帶疾病的特效藥 所以我們看到在19世紀中以後的非洲又進入到另外一個剝削的階段 那繼李文斯頓之後進入到非洲 很重要的一個歐洲人叫石坦蒂請看到主局企業的最後一段的地方 這個石坦蒂是一個記者 然後有一回李文斯頓就我剛剛講的那一位英國籍的傳教師 他進入非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消息 也就失蹤了 那這位石坦蒂他也是英國人 他已經翻到美國去服務於一家報社 他就用報社的命令要去尋找在非洲失蹤的李文斯頓的下落 那當然這個事情也有一點報社的那個噱頭的成分 因為這個事情滿提起剛時期望的關注 那石坦蒂後來找到了這個斯頓 所以同一天這一張就是剛時報紙所述的插圖 所以當時其實滿瘋狂的一件事 那石坦蒂於是他自己從記者深入到了非洲的內陸 所以他後來也做跟李文斯頓一樣的事情 就是到各個地方去探索 那這其實是一個西方人的大探索的時期 所以包含了像 上一點可能來不及講吧 譬如說像台灣中央山脈這一代 有一些傳教士啊 外教官啊 或者是一些西方的生物探險 那你們是二類的 可能跟這些動物食物相對比較一般 那像台灣也有很多的動物食物的命名 在19世紀後期 然後就是這些歐洲的動物學家 奇物學家他們所做的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李文斯頓不對 這個時候石坦蒂也往非洲的內部去探索 可是他比較像商人 他有一點是探索這些區域之後 要在歐洲找一個同志者 有點正商店的開發 非洲 他本來找到美國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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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達 後來他找到比利時 他比利時這個時候的國王叫利奧波德 赫什 這個利奧波德其實個人對開發很有興趣 我們知道比利時其實在歐洲是一個小國 儘管工業化很有成就 可是是一個小國 而且獨立才不久 他是在什麼時候獨立的 比利時獨立 威威娜會以後的什麼時候 只有比利時獨立的那一個 只有比利時跟希臘獨立的那一個革命 所以是7月1830年的7月革命 好 沒關係啦 有提 然後留想一下就好了 所以比利時從獨立之後 利奧波德一世 現在是利奧波德二世 這個人其實很慘的 我等一下會提到 那史萊明就找上他 雙方一拍集合 後來就以國際開發的名義 開發鋼國的英國 各位看非洲地圖的話 鋼國現在這個國家其實在中非 剛好是在一個很新藏的頂帶 那鋼國河是一個有很多支流的合流 大概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戰略 因此這個地方後來變成 祖立時的殖民地 叫祖立時的鋼國 這很特別 非洲都是這些大國在跨徵 唯一稱不上大國的就是比利時和鋼國 好 那第二波德就是這一位 他是史上殺人活的其中一位 殺了一千五百萬的鋼國人 這個數字我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現在台灣算以上也兩千三百萬 他殺了一千五百萬的鋼國人 殺人是一個很殘忍的那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他為了要奴役鋼國人 逼迫鋼國人聽話 像這個鋼國人如果不聽話 他就把他加了全部雙手都看斷了 所以你要知道這是極其黑暗 極其殘暴 所以我們在講西方的載至全世界的這一段歷史 出現了太多太多的那一些在刻本來不及講 或者其實是刻意忽略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刻本會出現這一張圖 我們就知道了 再來就是八頁 就是利奧波德僅僅纏住鋼國人 所以鋼國人來講 利奧波德絕對是殺害 是魔鬼 是噸夢 所以整個鋼國的命運就在他之下 有了很大的改觀 這是1906年後週的雜誌所看的漫畫 那1910年到了20世紀初 比利時還辦出林地的博覽會 當然我們現在也辦博覽會 感覺像會是一個宣傳或者是說展示什麼 可是他是把非洲人直接運到展覽會的現場 當作展示品 以我們現在的角度 這個是不是都違背了最基本的 人類的一些價錢 可是在當時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講 現在你去看歐洲有很多現金的觀念 不管是法律上或是政治家的觀念上 但也的確曾經出現過什麼黑暗的時代 我不是要故意接他們的床吧 而是你唯有知道這些事情 你才知道再來你要怎麼去理念法 所以在台灣經常在講說 過去就讓它過去了 如果不知道過去是什麼樣子 那你到底是在論量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所以我們歷史這一科 如果還有一點積極的目標 就是告訴你 你要正視過去發生的這些事情 目的是什麼 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這個才叫轉型證 最近一定是有這個詞 好 那我們看到 當進入非洲的門檻降低了 當疾病不再是一個 無法解決的困擾的時候 那各國都去了競爭白熱花 一直後來開的柏林會議 跟它是有關係的 請看到根本98頁入侵瓜分 第二段的禮戰 然後劃下來 1884年的柏林西非會議 一般我們還是都叫柏林會議 那柏林會議至少有兩場比較大的 另外一場寫在左邊 1878年的柏林會議 1884年是要解決非洲的問題 瓜分 1878年是要解決巴爾幹的問題 它都在柏林開耶 它都是德國主導的 而且說出來都是比斯邁主導的 所以這邊我要帶一個相關的歷史背景 你看在德國統一之前 當然知道是葛魯士 葛魯士為了要統一熱爾曼地區 他採取的方式是用暴力來改變現狀 透過戰爭之取的西德領土 達成統一 可是1871年當德意志帝國成立之後 德國就改變它的作法 變成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的意思就是 他不再發動戰爭 而且他要避免戰爭 而且我們上一節也講過 德國的統一是建立在對法國的仇恨 因此他要確定在國際上 法國永遠是被忽異的 法國是沒有在此機會的 所以比斯邁就藉由召開國際會議 就是協調各國勢力 然後確定他的目標 忽異法國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所以我們看到德國在統一前後 他的整個政策從改變現狀到維持現狀 從透過戰爭到用國際外交的手段 他其實都是威廉儀式都是比斯邁 但我們知道他其實都是為了搭乘德國的 國家的利益 然後1884年開了這個國際會議 最主要就是要確定大家都進入非洲 那到底有怎麼樣的遊戲規則要遵守呢 因為很多人就查了譬如說 查了哪一個歐洲國家的旗子 就說這是我的 或者另一個杯說這是我的 可是這一些就有點像是 就是我去什麼排隊的時候 然後還認去站位子啦 還是拿一個扇子也站位子 上面寫自己的名字 這些東西後來在柏林會議就引起了討論 後來他們達成的協議 這是客人後面的文字 一定要去對助手 這是基本前提 所以這個代表你實質上控制 hold住那個區域 然後對於你控制的區域 還有這三個等級 第一個叫持利益 百分之百法國 第二個叫保護益 名義上是當地非洲人的政權 但背後的老闆是歐洲的列強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像是 我們在家蠻中國的那個概念 再來第三個是勢力範圍 勢力範圍這個字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中國是在19世紀末 這是一個概念 好 私立 私立範圍 私立範圍就是我承認那塊地方你有優先權 你也承認我在這塊地方有優先權 那承認優先權是要幹嘛 最後還是變成保護地 最後變成持平地 所以它是一個ING的狀態 然後這個是ED的狀態 所以這是前後的那個時間差 好 我們這邊掌握住柏林會議確立的這個原則 本來必思脈還是希望協調多多國家 在瓜分非洲的時候就用這套遊戲規則 可是沒想到這個會開完也不過10年的時間 非洲就被切蛋糕切完了 為什麼會這麼快 因為當你原則確立了以後 是不是代表如果你沒有辦法 趕快把軍隊投注到那塊地方 就會被其他國家接觸先登 他在19世紀 非洲已經是最後一塊大塊面積的 翻證腹地等著被瓜分 其他地方早就更換了 那其他頒隊 你也有人在預定這樣 那南極州勒 那個層級不一樣 南極州是要完全佔領 也很難有效控制 那牽涉到的不是 那牽涉到的是溫度的問題吧 他有用過來的冰炮 那在當地最不缺的 最不需要的就是冰炮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談的就是 非洲已經是最後一塊大面積 即可供歐洲國家瓜分的土地了 所以各國紛紛的湧入 因此這個政治漫畫要表達的 就是一個瓜分的概念 然後讓我們看到的是 非洲在國齡會議之前 都是有舉目的戰友 可是到了一戰之前 已經整塊花花玉綠的 這時候都變成是歐洲的殖民地了 所以請看到這個人99頁 所以法國主要佔有的是撒哈拉區域 英國是不是在北非跟南非洲的殖民地 比例是有一個跟他在歐洲本土 都相稱的一塊大面積的殖民地 就是鋼國 所以這些我想非洲可能大家相對沒有了解 那這兩邊因為談到那個肯亞的問題 突然又 非洲又變得很熱門 那肯亞各位可以看一下他的位置 好 再有看到非洲接下來不是戰完就算 再來有一些利益的重圖 請看到一百頁 好 這張圖 剛剛我們要解釋一下 就是一個英國的鑽石大圖 英國鑽石一定都是從非洲開采的 各位知道鑽石最主要的產地就在非洲 他的兩角各自踩在非洲的某塊土地上 你告訴我這塊地方是哪裡? 海域 這塊地方? 南非 南非好旺角 所以其實這反映的是一個英國殖民的計畫 請看到一百頁的必須巨峰 跟最後一段第二行 好旺角到開圖的南非縱觀計畫 南非縱觀就是這條線 因為英國在南非跟北非都有殖民地 所以他就有一個要打通南非好 那對法國來講 他在東非跟西非都有殖民地 所以法國的目標是把橫向 去把它貫通整個東西向 所以雙方最後就在這個點發生從 這個點是尼羅河的上游 塑膽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各國並不真的好像刮燈完了 就大家甘心的就說 我就是這塊肚皮嗎?不是這樣子嗎? 彼此在切蛋糕的時候 你知道切蛋糕最低速的就是那個手 是稍微晃一下 很大小塊的不同 就是切蛋糕很容易有沒有居分 或者不滿意的狀況發生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這些後續的衝突 因此英國跟法國在蘇丹就有了對峙 1898年 原因就是我們剛剛在歷史聚光燈看到的 這個雙方各自的發展 那這個點後來是法國退卻了 因為法國畢竟就他整個實力來講 遜於英國一策 所以最後他退卻之後 換得英國保證法國在撒哈拉這個地方的權利 簡單講這兩句答案是切意的 可是另外有一件事課本沒有提到的我要談 因為這是一次大戰的 算是背景的 法國跟俄國也就摩洛特 三位就是九葉 看一下摩洛特的位置 摩洛特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控有直布羅多海峽 你知道直布羅多海峽在歐洲的那一段是哪一個國家所控有的? 西班牙 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是不是在非洲也有一點點的直布羅多 其實你都知道原因 因為他是整個地中海 進出大西洋的煙口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看到的是在19世紀的瓜分皇朝當中 摩洛特其他的部分是被法國所佔有的 他如果都是法國的德國要知道什麼呢 我們知道德國就是一個在直比梯的瓜分 是起步很晚 收穫有限 所以後來德國採取的做法是 在1905年德國的皇帝判了威廉二世 這時候直接拜訪摩洛特 支持摩洛特的鼓勵 這不是很明顯在打野法國 有聽懂的意思嗎 他已經是法國的殖民地了 德國的皇帝親自訪問在那邊說 我支持你鼓勵 所以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調性 那意思我們看到1905年1911年 有兩次的摩洛特危機 所以一次大戰這兩個國家是比對國 那我們一般講 新畢國主義就是一次大戰爆發的其中一個背景 因為這些國家在殖民競爭當中 一定有強有弱的那一方 一定也有退讓的那一方 或者兩方退讓 每一次的退讓是不是心裡都會不爽 因此那些不爽就不斷的累積 每個國家都有 最後就是這些不爽會在某一個點 最後下定決定我這次再也不要退讓 所以如果剛好有一次雙方都不退讓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危機就沒有辦法化解掉了 所以其實當時的歐洲是一直走在那個懸崖 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所以一次大戰這些已經是一個大背景了 好 第一次我們順便帶著一次大戰了 那特本101頁這些就看過去了 特本102頁請翻開 我們接著要講新畢國主義在亞洲的發展 本來我的計畫是把52今天全部講完 但是我今天不會全部講的 因為我有事情 好 先看第52的那個小標題 我們會先講印度對英國並論 好 看到104頁 東南亞幾乎被刮痕掉 中國也是幾乎被刮痕掉 但因為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講這個部分 好 第三小節你看到106頁 就是我今天不講的部分 日本的崛起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小標題 跟我們的結的大標題是不相稱的 它不是新畢國主義在亞洲的發展 而是亞洲長出了一個新畢國主義的奇葩 叫日本加入了歐美的瓜哥的RPM 所以就性質來講 第三小節跟第二小節不太一樣 先把握住 但日本明治維新這一段 我們等到下一節再談 因為我要把這一部分不談 另外要談美國的帝國主義 很奇怪 我們的課本對美國真的很好 凡是美國不好的東西都自動越過去 我今天要補課本沒有講的 把美的平安面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對我們後面的章節儀節也有當作 先看到印度 請翻到102頁 印度本來是被一個帝國叫蒙烏爾 然後各位開始重複了 請看到1百1個列最第下一段蒙烏爾帝國 他什麼叫蒙烏爾帝國呢? 再幫你複習一次 蒙烏爾帝國人跑到印度半島去統治 在16世紀 就是蒙烏爾大帝國崩潰以後的一段時間 有個人號稱是成吉思汗的後代 來到了印度 統治了印度300多年 你看從巴菲爾 巴菲爾外號叫老祖 巴菲爾就是老祖 一直到阿克拜就是偉大 因此16、17世紀是這個帝國的全聖時期 你知道統治者是蒙古人 被統治者是印度人 統治者信伊斯蘭教 被統治者信的是印度教 就是本來的伯龍門教 所以你看種族跟宗教是不是都不一樣 這個帝國為什麼會強大呢? 因為他們採取的是多元包容的態度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期的強盛是因為 它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這些印度教徒能不能在蒙古的帝國當官呢? 可以的 那我們講說這個帝國有一個很明顯的建築的特色 是不是有一種陵墓式的建築 棺材嗎?這不在說陵墓 陵墓就是指它的坑墓 那它的坑墓是不是蓋得有一點 把清真寺的特色拿過來 還記得嗎? 台基馬哈里之類的 所以這些在伊斯蘭世界不太常出現的 因為禁止偶像崇拜 可是在這個帝國 卻因為它有很顯著的融合的色彩 它比較無敵會的這種屏幕式的建築 這些我都已經算不齊了 這個是特本先前的圖 所以他們從北面移戶南下 到了17世紀的時候 除了河丹高原最難編織的很難征服 相對不重要的區域 已經統一了整個印度的地區了 好 那我們再看 當時伊斯蘭世界有三大帝國 這些都是曾經出現的頭影片 我們現在講的是蒙古爾 然後這邊有一個波斯的沙巴維帝國 後來18世紀被消滅掉了 如果你有很焦慮就把它滅過去 這個就重要了 二圖曼圖爾旗 奇怪 我都知道你在焦慮 二圖曼圖爾旗14到20世紀 20世紀一次大戰戰敗了 轉型成為現代的圖爾旗 國中一定有學過凱莫爾吧 所以圖爾旗是我們不久之後會提到 它也一度很強盛 到了19世紀變成盡頭併覆 好 我們現在回到富爾 16、17世紀是它的權盛 18世紀由盛轉衰 接到克文的第一號 它的衰微陷入分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都在採取包容和政策 開始擴態應付教育 我們現在的講法都是一個太過於簡單的講法 但是這樣講評會比較容易切起來 而且大致是沒有錯誤的 所以從17世紀末期開始迫害印度教徒 因此就有一些動盪 國家摔毀 可是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個點沒有帶到 就在蒙古爾帝國16世紀建國以後 西方人也來到了印度 我們知道這是大航海時代嗎 所以先是葡萄牙人 再來是荷蘭人 再來是英國、法國人 紛紛在印度的海岸建立商戰 然後跟在這個地方有一些貿易活動 那一開始在蒙古爾強大的時候 可能是蒙古爾帝國特取的 或者是默許故事的 反正就是相安無事 因為這些西方人也只是做生意嘛 可是等到18世紀蒙古爾帝國走下過以後 這些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就犯了 因此我們看到到了19世紀 英國實質上已經控制了整個豐富的地國 我曉得英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那課本在第三堂的地方把它劃下來 1857到58年 這是印度史上 也是英國殖民史上的一件大事 印度的反應經驗 那一次有很多稱呼 什麼印度是古兵的 古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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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兵 所謂的古兵指的就是印度人當英國的兵 我們知道英國本地的人兵不多 印度人很多 後來英國就訓練印度人成為士兵 軍官都是白人 士兵都是印度人 就是輻射有一些差別 那可能也都沒有事情 可是因為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 就是加強他對印度的控制 因此激起了印度人的武漫 這是兵變的第一份很大的背景 第二個 當時軍中有一個謠言 我們知道當時的槍 槍裡面必須要塗油 是吃潤滑 槍是啟發的時候才不會卡住 那當時謠言說 當時用的可能是豬油或者牛油 你知道在微教徒是不是豬肉 那印度教徒是不是釋牛為神聖 那當時他們在吉巴的時候 不像我們現在 各位在打法座嗎 各位 你現在打法座超秒的嗎 對啊 打法就是把槍枝架在那個地方 你只是一直按而已嘛 你只是一直按而已嘛 對 我猜可能是某次那個打法之後 哪一個學校學生突然槍枝變成像空中 還怎麼樣 後來嚇到在場那些軍人 於是每一支槍都只好把它架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之類的啦 可是我們現在的槍都是自動的 那它的那個彈殼是自動會退開的 可是當時的彈殼是士兵 要用嘴巴去咬掉 嘴巴咬掉 你想那個是更早一隻的槍 我現在講是16世紀中以後的槍 才一隻槍齁 那你要咬掉的時候 是你的嘴巴有可能噴到那個豬油或者牛油 這不是冒犯到處叫經濟嗎 那印度教徒跟圖教徒都有可能嗎 那可是英國就存心噢 我們用的是辣 我們用的不是豬油沒有油 可是謠言一傳開 加上這個時候 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就要產到 所以就有一個很大規模的開斷世界 英國後來花到很大利器的命令了 因此就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權 你早就該取消了嗎 因為這種公司代表是重商主義 然後這取消之後英國直接統治印度 英國女王就變成是印度 應該說她就兼任印度的女王 所以看一下這個是英國的漫畫 她手上 瑋獨利亞手上拿的是王冠 然後這個是印度的王冠 所以她是同時兼有兩個統治者的頭銜 就是我們在講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講得緊確一點嗎 可是她怎麼是流放途路了 就是把這個帝國的統治者 就等於是取消了她的位置 她沒有把它殺掉 好 那這個就是屬於當印度兵 當英國兵的印度人 那這個印度的士兵探店 我要再講另外一個跟中國史有關的 原本1856年英國就已經準備來拿中國 鴉片戰爭是在1840年到12年嗎 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跟中國做誠意 可是英國人覺得中國沒有誠意 這些條約沒有認真的實踐 然後中國的官員也非常的保守跟滿漫 什麼梁廣總部業名稱 皇帝也換了一個年輕但是強硬的 咸豐皇帝 咸豐就是後來被英法連軍逼走熱格 都還死在異屬山莊那裡 反正英國就是已經有 中國很不爽 1856年要固定 那英國的兵指的是 他們釣印度的這些 就是這些軍隊要來打中國 沒想到大叛亂 所以後來英法連軍 delayed了兩年 是因為這場叛亂 懂意思嗎 世界史彼此都有影響 千里罰共全身 好讓我們看到這是英屬印度 翻到克倫的105頁 好搭配Olympia的這一帳 我現在要抽選請問了 請問你 英屬印度就是有顏色的部分 部分包含了現在的哪些國家 皇帝要是不行一下 謝謝 是不是在105頁有一個英屬印度 他比今天的印度還要來得大 這是我的提示 所以他包含了哪些國家 這是我的問題 應該問哪個大 33號謝謝 好 所以是 做得沒大就好 一定包含印度 好 我先幫你講一個 孟加拉達 孟加拉達是在這裡 還有呢 剛剛是你看到嗎 什麼巴基斯坦是在這裡 還有一個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達 還有哪裡 富丹 富丹這麼大地 富丹 不是富丹 緬甸 好 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 你自己有辦法寫到 這雙意思會變很 我們講 英國殖民印度 你就會想說是今天的印度 但不是 是今天的印度 加巴基斯坦 加孟加拉 加緬甸 超大一塊 二戰之後 這些是分開獨立 所以是不同國家 當初都是英屬印度 所以研究歷史就是有時候你會被騙 以為以前那個名詞跟現在這個名詞代表是一樣的意思 但不一定 好 你願記我們一願講 回頭看課文的話 英國在印度的殖民 我們不能說他很仁慈 但他相對溫和 請翻回到印法性產業 相對溫和是相對於誰呢 相對於法國 德國跟比利時 比利時剛剛已經有講超殘暴的 但英國因為自己在光榮革命之後 就是這種議會政治的路線 所以他們也把這些代替政治局部的引進到他的殖民地 所以請你把各個103頁的地方 中間有一個印度國大黨在1885裡面成立 把他畫下來 這是一個合法的政黨 你講這段我們到底跟台灣是比一下 台灣是不是在日治時期也出現了 號稱是第一個政黨的 好 解枝啞看了我 我就問解枝啞 不用抽血線 台灣民主黨不對 差一個字 好 台灣民眾黨講對了 這樣就可以加分了 台灣民眾黨因此在1927年成立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他是局部的有限度的 讓當地人有發言權 最早這個印度國大黨 他是要爭取印度人的某種在殖民統治底下的權益 就像民眾黨也差不多意思 所以他一開始是俄大政黨 可是到後來他開始走民族獨立的路線 他就被英國政府拒定了 我講的就是甘地的一副國大黨在比較後面 那你看這一張 這是他們在1885年成立時候的集會 跟台灣像文化協會議會設置情緣運動 或者民眾黨很像 這些都是當地的精英 各位知道最早從議會設置情緣運動的 是往往是台灣留學東京 或者京都的這一些留學生 可能都是家裡還滿有錢的 才能夠讓他去日本留學 那這一些也是屬於印度的精英 所以他們可能是到倫敦留學回來 這個時候代表印度的 所以就是說對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然後他們也是印度社會的精英 所以他們其實經歷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 我們知道原來在殖民地 他才是殖民同志 久了我就習慣了 可是當他們有機會到殖民母國去留學的時候 卻發現殖民母國進步強大 並且重視民意 因為是民主政治 不管你講大正時期的日本 或者講英國民主政治 所以他們就會去思考有問題 為什麼殖民母國是這麼樣的在壓迫殖民地 也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往往那些民族主義的根鳥 就會一直逐步地施展 所以我想印度雖然最後它的獨立是在會戰之後 可是其實國大黨就跟這個脈絡有關 我們下一次講到印度就是二戰以後的 那其實英國人有點講話不算話 本來一次大戰因為歐洲打得很激烈 印度就幫忙英國人 也是很多的印度人死在歐洲的戰場 英國本來答應要讓印度自治 哪一次獨立後來反對的 所以甘地的那個不合作運動 是在這個脈絡影響中產生的 我們已經蓋了很多了 甘告克的104頁 我們接著講東南亞 好 東南亞其實我們有一個部分已經講完了 是不是剛剛那個沈雲貝維達的緬甸 那另外有一個國家地質維持毒 也就看到鮮蘿105頁的毒 鮮蘿就是今天的泰國 所以其實我們要講的 最主要是當時叫南南或是越南 可是今天也不只是越南 包含了哪幾個國家 遼國 柬埔寨跟越南 是不是其實也不只是越南 好 這一塊地方後來是被法國拿走的 最主要就是透過中法戰爭 情侵法104頁列強分部的第五支旁 自己標記一下 好 那講中法戰爭之前 我們帶一個背景 東南亞有點複雜 因為東南亞是許多國家的許多殖民地 來請看 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 是最早的海上強權 17世紀變河嵐 18世紀以後有鷹法 你有發現它在東南亞通通都出現了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看 像墨綠色的部分 你看這河屬東印度 這是不是從17世紀 你可以自己足跡 17世紀的巴達維亞發展而來的 這幾塊地方都是不同世界的 然後菲律賓 菲律賓是不是從16世紀 麥哲倫幫西班牙都取得了殖民地 中國當時叫御壽 好 再來 法蜀的印度之納本來是中國的繁蜀 來 請看下這一張 這是乾隆時代的秘密 看這張有點複雜 但找不到比較好的 所以乾隆是18世紀末 整個中南半島都是中國的繁蜀 包含了像安南 鮮羅 緬甸 他們都是可能10年15年 向中國的皇帝朝貢一次 這些應該都還有影響 到了19世紀 英法開始在這個地方發展了以後 慢慢就脫離了中國的空置 最後一塊就是我們講的安南這個地方 好 因此1884到85 這個是看從哪一個70點計算 中國其實沒有打出法國 但是因為中國在朝鮮另外跟日本有衝突 所以後來輕輕放弱 喪失了對越南的國務權 簡單來講之後中南半島的東半部 就被法國所控制了 因此在中南半島就形成了英法之間的對峙 請你把鮮羅這個地方選起來 鮮羅的西邊是英國人的印度 實際上是米邊 法國人這個時候在中南半島 也有了新的殖民據點 在中華在這裡以後 那鮮羅就很奇怪 他在這個雙方對峙的過程當中 他卻意外的維持獨立的地位 沒有被併分 這是怎麼回事呢 你自己寫上 這個區域是緩衝區 這也是新帝國主義的競爭 那不是講說他很容易插箱走火嗎 如果這些競爭 譬如說我只是隔一條河 或者只是人為的界線 那常常一個士兵過去 雙方就得衝突甚至開戰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優點是雙方的默契 就讓鮮羅成為雙方的環衝 避免經常有不可收拾的重複發生 好這是一個 第二個 當時的泰國是一個對西方有了解的泰國在位 然後哪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什麼 一個電影叫安娜與波 中文發言是不是 不是 好但那個很多版本 卡通是不是 不是 另外一個 那那個安娜是一個泰國的泰皇請來幫他的兒子 就是未來的泰皇就是家庭教師 也有就是西方人很喜歡這個主題 所以拉馬四世幫未來的泰皇拉馬五世父親的 所以拉馬五世受的是西方教育 那據說拉馬四世跟這位家教育的安娜 好像有很多有失誤的感情之類的 反正那個音樂局大概就在講這個東西 那後來即位的拉馬五世 因此對西方的情質有了解 所以仙國能夠在列強環四的情況之下 還維持獨立 跟他的眼光還是有一些關係 拉馬五世後來又叫主拉龍鴻大帝 他是泰國歷史上很重要的一位泰皇 他目前的泰國的泰皇是拉馬九世的 對 還在拉馬 然後他們都是雀戈里王朝 所以跟十九世紀是同一個王朝 那雀戈里王朝一夠久的泰皇 拉馬一世到拉馬九世 就是一路拉馬到底這樣子 比那個波犯王朝路易還要更厲害嗎 路易是從十三億後才連續的嘛 但是拉馬是從一到九一直連續下來的 好 所以我們東南亞這個地方 再看一下最後一張 就是近代東南亞時的尖標 六亞米貝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節奏的過差 十九世紀就是正西方列強三國的 二十世紀以後 就是每一個地方幾乎都出現的一個民族英雄 甘地拉應該不能算是東南亞 但我們放在一起 甘地是印度的佛合作運動 吳志明是越南的民族英雄 後來像印尼像其他地方 幾乎都有類似的存在 所以二次大戰以後 這些地方紛紛都獨立了 好 接著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點沒有相信它 就是菲律賓 你看像這樣地圖 菲律賓是誰的殖民地 那我剛剛講菲律賓是誰的 本來是誰的 那從西班牙的菲律賓到美國的菲律賓 那是菲律賓是經過哪一些事情 美國西 我們講過 好 寫上去1898年的美西戰爭 寫在菲律賓的旁邊想可以嗎 所以下一頁的日程我就寫不想到 當然我現在要先把美西戰爭代表的 美國帝國主義做交代 在講美西戰爭之前 有一個點我先把它講完 這樣比較例外一點 大概109頁 我們看到蘇伊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寫在標題上面 它是1869年封航的 1869年 那你說課本不是有時間走嗎 那課本很奇怪 我列了一大尾年代沒有一個是通航的時間 我查過了 1869年通航 你看不管是英國 荷蘭或其他國家 是不是都得以前都得繞過好望角 才能到達印度跟東南亞 自從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航之後 這一段航程至少節省了三分之一 可能還不止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講中霸戰爭 是不是在1883到85年 它其實反映的就是蘇伊士運河開航之後 殖民地的競爭更加的激烈 因為這個路線變得更順暢了 因為底下派所謂的有史家認為 剛剛帝國的森林線 然後印度洋製變態 這些反映的都是歐洲人要來到亞洲更快 因此殖民的瓜分也就更加的激烈了 那蘇伊士運河最早 你如果看這個Leach Talk Show他有提到 最早是法國人跟埃及人的建人 那後來埃及好像過產還是沒錢 就把它的補貨賣給英國了 那後來發展就是英國逐漸取了蘇伊士運河的主導權 所以這些運河其實也是代表帝國主義這一塊 你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兩個運河 一個是蘇伊士運河 還有一個是什麼運河 巴拿馬是在20世紀初 那跟我們現在要講的另外一個帝國主義有關 美國帝國主義 那我剛剛已經請你寫了 美西戰爭是在1898年 美國帝國主義大概就是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 既跟美西戰爭也跟剛剛講的巴拿馬運河有關 它的起始點是因為古巴獨立戰爭 這邊是刻本沒有寫的 但我覺得你這段了解了 對再來一戰之後美國的歷史是有幫助的 對 先把前列解釋做 1898年 古巴尼獨立 西班牙這時候已經早就跟16世紀的西班牙共一樣了 他是一個就是沒有能力去阻止殖民地獨立的國家 所以古巴獨立在望 可是美國這個時候建統查證 因為你從地圖上看 佛羅里達再延伸出來就是古巴 還記得不久前 美國的歐巴馬總統 是不是跑去了古巴訪問 你如果回頭去看怎樣 你如果回頭去看過去100多年的古巴跟美國 你會發現非常精彩 那業以畢之就是美國一直要控制 爬下後緣的這塊地方 所以這邊講的大概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1898年的美西戰爭 有一點是人造的戰爭 他跟美國的野心是有關係的 所以各位看這一張 這一張三部大數字裡 變成三部長立圓之類的 所以這是古巴 這是加熱很厲害 其實有時候政治漫畫是更精準的 把一些概念或者是Fu就講出來 1898年有一公信被刻意的公開了 還記得我們前面提過一場戰爭 是被刻意的所激發出來的 碧斯麥是在古巴戰爭 把電報把那個內容那個措辭做了篡改 這一公是一個西班牙外教官的信件 他在一個私人信件他罵美國總統 說實話老師你叫他罵誰是我們的自由 有一種罪叫公然胡錄 行法用罪叫私人胡錄罪嗎 私下胡錄罪 不過有的話你就大家都變假罷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可是這一公私人信件被政治操作 才被公開了 所以美國人就很氣 這個西班牙的外教官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罵美國總統 可是我剛剛講過他私人信件 頂多只能代表說他不太想給國總統而已 好 等到1898年的2月 一艘停活在古巴 這時候是還名義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那一艘美國的軍艦突然爆炸 美國人普遍認為是西班牙人幹的 我私底下出來是搞到美國自己炸的不一定 反正這個事件引發了美國跟西班牙之間的戰爭 還背著我剛剛講的那一種私人信件的情緒 所以這場戰爭美國有大展過 和美國取得了加勒克離海的波羅里德 美國控制了古巴 美國取得了關島 美國取得了菲律賓 所以這場戰爭讓整個美國在大西洋跟太平洋 兩樣都有很大的展過 特別是菲律賓是一個很大的面積 所以從1898一直到二戰結束 菲律賓是由美國所控制的 所以不久又來到中國 這時候的美國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級的 畢國主義國家了 所以這是在雜誌描述的世界強權名義之間 另外美國小姐帶的是不是一艘軍艦 一艘套艦 所以這東西也是代表 把美國的軍國主義 這張牌包就很有事了 這張古巴 那這個是老伯斯福總統 1901年開始擔任美國總統 那這個上面講什麼呢 這個是以前西班牙人統治的古巴 大家忙著要去從銀行把錢頂出來擊隊 然後大家都受得體貌 西班牙人統治很差 現在是美國控制底下的古巴 大家都去銀行存錢 大家過得安居樂業 大家過得安居樂業 那第一個就是經濟標籤嘛 然後每個煙蟲都冒煙 就是工業化嘛 好 那我們看到中間 這句海報的標語很有事 美國的國旗不會漂亮在外國的領土之上 除非是為了人道的理由 各位都知道 各位都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美國是帝國主義 結果他還很精心的包裝自己 我是什麼人道救援 我是為了人性的尊嚴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大家先拍一下 但我不是講說美國做的每一件事是錯的 我只是講說他跟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相比 很奇怪 他的形象超好的 好像仿佛是他是正義的發聲 然後維持國際秩序 接著我們看到波斯福 他從1901年擔任美國總統 美國開始擴張解釋 門桌主義 我要抽血線開一點時間 什麼是門桌主義 資物欧洲 有人要回答嗎 沒有 沒有 美洲的事物 美洲的事物欧洲不要管 好 丁桶就講好了 美洲的事物欧洲不要管 然後美洲也不會去把歐洲事物 因為歐洲管歐洲 美洲管美洲 那保羅斯福怎麼解釋門桌主義呢 他說美國管美洲 有聽懂嗎 哇 美國管 Dennis 美國管美洲 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把自己當成是 美洲所有事情的部分者 他這不就是中國的朝共體系嗎 天朝體系嗎 天朝老闆是誰是美國 所以你看我們常常在嘲笑 中國以前那一套多自大 多怎麼樣 美國不是也在走這種東西嗎 然後因此1903年 煽動巴拉馬的東亂 最後取得了運河區 蓋了巴拉馬運河 我們剛剛已經有談到這個點 所以美國常常的做法是 這個國家如果安定強大的時候 他會派一支軍隊去讓這個地方 陷入動亂 然後扶持友好與美國的政權 中南美洲有很多的軍人獨裁 是美國扶持的 好 1906年美國在乎的補發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美國 對於中南美洲事物的過問 我如果師傅有很有名的兩個政策 看你也不知道可以炒在哪裡 一個叫聚棒外交 郭忠祐有提過 本來有老師也有提過 另外一個叫金援外交 金援外交就是美國的資本家 砸錢去投資 所以中南美洲也有很多的物產可以去投資 那這個叫 這個就是有點是柔性的政策 聚棒外交 聚棒就是big stick 大棒子 你如果不聽話就打你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如果用中國式的講法 叫恩歸併食 你聽話的話 我就在你的國家投資 當然錢還是美國人賺 你不聽話的話 我就直接用鼓勵來對付你 所以當時加勒體牌 又變成是美國的內涵 然後這個地方完全是美國的勢力了 這個是一個政治漫畫 然後他拿著這一根上面就寫big stick 大棒子 後面牽著一系列的船艦 是不是在巡邑加勒比海 這個這張圖很具體的反映了美國的帝國主義 好 下個節我再介紹一本書 我們今天來不及講日本 請參加106頁 我們下一次會講到日本的幕府 日本有三次的幕府時期 最後一次是江戶幕府 主導的幕府大將軍是姓河傳的 這些可能各位有點印象 那江戶幕府的時期 讓我們下一次會介紹 那我現在要講一本書 他還在我辦公室位置 可以去翻譯一下 叫《雅客的前舊之年》 這個小說非常好看 他在講的是一個荷蘭人 因為在故鄉沒有發展的機會 就加入了荷蘭東一路公司 來到了長崎 日本這個時候是鎖國的 所以只有長崎對外貿易 而且長崎唯一西方人對貿易就是荷蘭人 那為了怕荷蘭人亂跑 影響日本國內的一些寢視 所以把他們關在長崎的一個小地方 叫出道 非常小一個地方 所以所有的荷蘭人都跟其他外國集中居住在這裡 那這個小說的主角就是一個在荷蘭 東一路公司底下工作的志願 那後來他經歷了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包含東亞各國的殖民競爭 還有包含在歐洲發生的 拿破人戰爭 荷蘭亡國了 我會知道拿破人直接攻佔荷蘭嗎 所以荷蘭在全世界的領土 只剩下長崎的崇浪 這是一個乾門之地 所以這個小說很精彩的地方 一個是他把當時的大航海跟殖民 貿易競爭寫得很精彩 第二個是他一開始小說 就是一個接生的場景在日本 然後他用幾十頁在講那個接生 然後那個醫學的過程 這個小說的作者對醫學所有研究 所以其實他裡面就有講到 降步時代的一些科學觀 我覺得透過這個小說 都會對很多的事情都有了解 很有趣可以再付出晚見 我們這一節先講到105DX的下課 謝謝大家 客氣囉